明星生活真人秀 红女朋友的最佳技巧 但在今年二月份时 看亲子突然去关季凌晨 此后一直没有恢复关注 当时季凌晨方表示 两人只是闹矛盾 此事风平落尽了一段时间后 近日又有网友爆料 称季凌晨看亲子已经分手了 且季凌晨当时与十八线那么亡计 被看亲子捉肩在床 但是因为合约在身 所以也没公布分手消息 而在传出王毅插足 季凌晨和看亲子的感情后 王毅也在社交平台上面 发布了一则极易不明的消息 你行你上 三个不嫌疙疼 就是很喜欢 一次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 对季凌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季凌晨和看亲子分手的消息 也霸占了今天的微博热搜榜 网友们也表示 亲爱的客栈 是个有毒的综艺节目 先是陈祥出轨江凯彤 与毛小彤不欢而散 再者是季凌晨与王毅的关系 被看亲子发现 网友们还纷纷的表示 让张若云和唐一新要挺住 出轨的消息被曝光之后 媒体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的工作人员 但却未得到任何的回应 沉默寡言的季凌晨 也在空降粉丝群安慰自己的粉丝 相信无牢 一会解决 无中生有的事 随后 有网友也指出了季凌晨一直都在工作室里 并没有时间出轨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希望季凌晨和看亲子能永远的在一起 面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消息 季凌晨也在个人微博中发表了声明 大家看看新闻八卦别当真就行 我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同时 他也希望网友们不信遥传遥 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社交平台 对于这样的声明 网友们似乎也并不相信 纷纷谴责他 得了吧 无风不起浪 你真的是家里山珍不吃 要吃外面的猪饲料 而且凌晨也直接回复 您哪只眼睛看到了 更是在自己的微博下帮怒的网友 营销号在乱发东西 我请你们吃律师函 来嘛 季凌晨被爆出会十八线 那么网易 并被看清此桌间在床 两人一分手的消息广泛流传后 季凌晨也通过各方的途径为自己拼调 但却绝口不提是否与看清此分手的消息 两人多年的感情关系 希望不是陈祥和毛小彤的结局 念则猙獰 文中突片引用之反落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C&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古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